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文本分割的话 它是一个相对于比较快速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使用这个大家都知道 使用python分割文本的话 将是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过程 但是相对于这个文本分割来讲 那么我们这个转换过程 就是带用云南服务器的这个过程 跟文本分割相比 将会是相当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要进行这个多线程的这个处理 因为文本分割是很快的 一本小说丢过去估计也就很快 耗着那么十几秒 就把这个文本分割完成了 然后但是这个一本整本小说转换下来呢 这个时间比这个分割的话 耗数要长的多的多 所以我们不能这个 让这个单线程的这个程序去进行这个转换 这样的话是非常慢的 所以呢 相当于是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文本分割完 然后丢到这个队列里面去 然后这个合成的这个线程呢 要不停的从这个队列里面读 然后去合成 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思路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思路如何实现 好 首先我们先进行这个文本分割和这个 多线程的这个语音合成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操作 在打开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工程 把这个无关的给它关掉 小麦 好 在这个里面 那么对此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处理 原来我们的这个 合成的这个部分 这个操案数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把它变成这个 超过500字也支持的这个模式 那么我们要进行的操作就是 这一步的转换还是一样的 把这些非法的字符串给它过滤掉 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的是 把这个字符串呢 按照这个逗号进行分割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边也是有提前写好的这个 按照进行分割 最后一步呢 加了一步这个多号进行分割 分割完了之后呢 看一下总共有多少个 然后再把这个 分割完之后 则是一个列表 在对列表中的每一句话 也就是说分割完了之后的每一个句子 一本小说可能有非常多的个句子 把这个每个句子都写到这个堆列里面去 然后再开启一个线程 那么这个线程呢 主要是text2mp3 就是文本转化成mp3文件 然后开启这个线程之后呢 用这个新的线程去 进行这个文本到mp3这个转换 然后开启这个线程 最后给一个提示 就是说任务已经提交到后台去运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呢 倒是没有什么非常特殊的 嗯 我们直接把这个需要的东西呢建立一下 因为采用了这个方式 所以呢 这一部分 从这个 text的这一部分到后边的这些转换 统统都不在这个草案树里面进行了 因为这个转换实际上 一文小说的话 这个草案树会整个把这个GUI的响应都阻塞掉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用多线程的方式 避免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个 最开始的这个地方啊 要新建一些这个我们需要用到的这个队列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 实际上呢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这四个啊 text queen flag 这是一个标记的这么一个队列啊 十个字节 实际上你用一个字节也可以 好 先把这一段copy过来 然后后面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个email的这个配置 那么不同的是这个 队列的这个操作函数 图和写 这个比较基础 那么大家看一眼就知道了 这个从这个队列里面存入一个数据 然后从这个给定的队列里面读出一个数据 并把它返回 这个很简单 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函数 text to mp3 这个函数实际上呢 是传递来的参数是一个队列名称 然后darr name就是我们的这个根目录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 语音合成这个参数 呃 语种选择 然后是发音人速度 呃 声调 然后音量 那么这个函数呢 啊 我们把它cover过去 再进行详细的讲解吧 放在这里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实际上它也是呃 比较简单的 就是 只要这个队列里面 呃 有数据 就是啊 queen size 就是决定这个队列大小的 那么他就把这个 从这个队列里面读出一个数据 readq是读一个数据 就是说一段文字 读完之后呢 就开始进行这个转换过程 呃 转换完成之后呢 呃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text2MP3 这个这个线程 已经不在这个GUI的 这个主线程里面了 所以我们用这个messagebox 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 第一个参数不再是self了 啊 直接显示的给它UI 因为我们这个UI是从 我们最开始的那个 这个地方来的 好 UI是这个min window这个类的实现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线程函数里面 呃 传递这个messagebox的时候 它的这个第一个参数不再是self了 而是这个UI就是你实例化的哪个实例 这个地方呢 这个messagebox就是从哪个实例上弹出来 哦 其他的都一样 这个参数 然后呢 后面这个操作也是一样的啊 所不同的是什么呢 这个 呃 MP3的这个name 我们不再是temp了 而是这个 你给定它需要它转换的文字的这个 写6位 因为为什么不能用temp了 如果你用temp的话 下一个下一次转换来的时候 这个MP3又被覆盖了 所以呢 每次要是用不同的名字去实现 然后为了保证这个MP3合成的时候 这个有序性 我们用这个 列表 去记录这个名字 直记录名字就可以了 不用把这个整一串文件都记录下来 因为整串文件的话会很大 然后这样操作完成之后呢 给个提示 说这个转换完成 等待MP3合成合成 然后下一步调用的是这个啊 make one file 这个是实际上是 我们下节课要说的 所以先把它注视掉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操汉顺利部分的这个处理 那到 这儿为止 那么就继续要 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内容 嗯 不再使用这个操汉数 直接去合成这个MP3 而是 按照逗号进行分割 好 这里还有一句把这个 中文的逗号换成英文的逗号 不知道大家看得出来没有 然后呢 再按照英文的这个逗号分割 确保他每每一个逗号都会 呃正常的分割 不然的话有的是英文 有的是中文 这就 规则就乱了 然后再把后面的整个都注视掉 整个把这一段考过来 多留点空间给他 ok 那么后边这一些呢是我们原来的内容 这些就不需要了 啊 play呢 我们暂时也不要了 直接把它注视掉吧 好的 那么呃 所要注意的是这个 SELF这个参数呢 还是要处理一下 不然弹出这个框还是黑的 这个事情很讨厌啊 好 这是一个弹框 那么我们第二个弹框在 在上面这个 好 这个地方要 改成ui.set 好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了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这个改的对不对 使用的这个堆列没有导入 把这个名字引入进来 到我们这个命名空间里面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去打开一个文件 好像有一个啊 这个 这个不用管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去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这次呢 我们看看能不能打开一个长一点的 文本长度超过限制 哦 被给给清掉了 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 呃 文本框 文字改变的这个槽里边 把这个违法的操作本给清掉了 所以你看这里边 大于500的时候呢就 Clear了 所以我们把这一步也删掉算了 啊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这个操作 就统计一下以输入的字数 但是嗯超过的字数呢 我们就不管了 就是以输入多少字就可以了 还能输入的字数 就不管了 后面这个也注视掉 这一段对我们来说也觉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们也要突破这500字的限制 好 再看 那我们到这个 好 这是7462字 你们可以看到啊 然后我们 进行转换 呃 ok 这报了一个错 说 明WindowObject 这孩子都HBOsLine 应该是我们有的参数没有放过来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 OK是这样 默认的这个参数没有 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从这个地方打开 ZH是中文 然后认为提交后台运行 我们就等着吧 他会很快的把这个整本小说都转换成这个音频 但是这个音频的话 它是非常多个的 N多个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这个过程呢也会稍微的漫长一些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文本分割它是非常快的 因为Python处理自不算的 它是非常擅长的 但这个电话云端服务这个有大部分都取由于这个网络传输 还有这个服务器那端的这个响应和运算了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比较耗时间的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然后这个之后呢大家会很惊奇的发现这一文小说全部转换完成了 这本也不长是中篇小说7462字 嗯 那么这个转换完成之后呢 会有一堆的文件返回来 然后我们下一次课对这个一堆文件再做这个处理 我们现在首先是先突破这个500字这个限制 这里已经是7000多字了 好这个过程是有点长 我们可以再稍微等一下 那么这本小说的这个作者呢 也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三体的这个作者啊 这是他写的一篇中篇小说啊 我没有转换长篇的也没有找到短篇的 因为我想这个最好是超过500字的 越短越好的小说 但是他写的都是中长篇的居多 没有短篇的 这个找到一个最短的也还7462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完全在我们这个机面里面看小说 这完全没有问题 这本也还是蛮长的 嗯 然后呢 以后大家就可以像这样直接从这个文件 打开一本小说 然后 按一下视听把它全部转换成这个MP3文件 那么以后想听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从这文件 试听了啊 这个试听的这个 从而是我不大家继续做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了 它俩是没有任何区别了 所以呢这个可以留给大家以后自己去实现 包括最后节课 我会跟大家继续讨论一下这个功能 实际上我们除了文件之外 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编辑啊之类的等等 那么这个呢 就留给大家相当于这个项目之后的一个这个 呃 感谢的这个意见 因为这个啊 我们这个课程毕竟是时常有限 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讨论是可以无休止的啊 包括大家在这个面圈里面 或者是在这个网络上都可以 这一本小说转换起来确实是有点漫长 但是这样的速度总好过你每次转换500字 那才是要人命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如果好奇的话 去这个 去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下 就是小麦听书这个文件夹 这是我们用来存放这个临时MP3文件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已经有 388个啊 不停在增长300 马上到400个MP3文件了 这就是我们相当于每句话都转换成了一个文件 那么就得到了这么多 非常多的这个文件 啊 而且这个文件的顺序 在这看是乱的 但实际上我们有个列表记录着他们每一次转换的这个先后顺序 不然的话这个前后每一句话我们就完全不知道次序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列表啊 不能用这个字典 因为字典是无序的 列表是有序的 所以在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对于这个python来讲 它的这个变量如何使用也是很讲究的 452个不再增长 哦又来了 这还得多久啊 哦 嗯 卡死掉了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有个合成失败的这个 反馈 哦 在这儿实际上已经快合成完了 那么text就没有了 好 最后一句已经合成完了 这个1998年08与娘子观 那么实际上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合成完了之后呢 报了一个错 是因为我们传了空的字符传给他 我们传了空的字符传给他 这个这个一定是会报错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错误呢 在下次课程再一块处理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合成的这个所有的文件 啊 一共有460个 这个就是非常多的文件啊 如果你转换一篇长篇小说的话 这将比这个更多 那么这个文件 我们就不带大家一个一个视听了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 本次课程的这个 本次课程的这个 解决方法 每次转换一个导文本 一本书下来转换N个M3文件 然后最后把这N个M3文件 合成一个M3文件之后 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好 当然最后这个 最后的最后 转换完成的时候 蹦了一个小错误 那么我们下次课的时候处理一下 这个 因为可能是这个 这里边判断一下这个 data 是不是空了 如果是空的话 就不往这个对类里面写 应该加这样一句话 好 好 下次课程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很壮观 400多个文件 下次课程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文件 好 那么 这次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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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